而今天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范律阵营权力阻挡核四公投案闯关 持续夜宿立法院议场霸占主席胎 国民党团则采取不定时的突袭行动 国民党立委轮班进入议场 但今天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不过就在立法院的场外 反核团体抗争还是很激烈 在跟警方的推积下 有人倒地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没真相 没原谅 夜宿立法院议场第二天的民进党立委 全换上白色T恤 除了表达反对核四公投的决心 也声援红仲秋案 反马立场高涨的时期 我们希望所有社会来关心 我们民进党现在所关心核四的问题以外 包括胡马的问题 包括大部分谁负的问题 包括反媒体的问题 民进党正面迎战核四公投 但似乎也借反核抓紧民意沸腾时机来反马 国民党团则坚持核四公投案非过不可 虽然周五院会上党边率前与范略阵营激烈交手 力图争回主席台 但是攻坚不成 周六陆续派出二十多个立委轮班进入议场展开突袭行动 所以我们会随时会派人到立法院来探虚实 看他们所谓的霸占主席台 看他们的决心以及他们的兵力部署 那我们会伺机而动 目前朝野党团对峙除非开启协商 否则到下周二的院会未必有结果 还可能加开第三次临时会持续僵持 如果这个第三次临时会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取得主席台的主控权 我恐怕可能又会沦为一场空谈 无论你开几次的临时会 只是会把朝野对立的一个声浪 把它提升的越高 而立法院外反核团体在周五突袭 进入立法院内静坐一整夜之后 周六上午被驱离 与警方爆发推极冲突 混乱中有人倒地救护车 立即赶到送往医院 为核四公投案 假日立法院场外场内都不平静 记者王崇晨 新鸿印磊齐台北报道